韩国娱乐产业极其繁荣,但这背后的乱象却令人担忧,无处不在的潜规则,无孔不入的剥削压迫,对异人们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摧残,风光的背后不是沧桑,就是肮脏。 我们熟不知,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明星呢?舞台下都经历了什么?直到东庄是发丑失败了,作为观众的我们才能从中窥见一二,曾出演过《我的爱丑八怪》、《追逐爱情》、《三十剑去三花样男子》等韩剧,而为人熟悉的韩国女星张子言,于2009年3月7日被发现在韩国荆棘岛盘旁的家中调警自杀身亡。 中年26岁,其经济公司称,他平日里热情阳光,活泼开朗,不明白为何自寻短见。 张子言自杀前留下的遗书,却悉数曝光了他生前遭遇的赔税换取工作,性交易,虐待等多项潜规则,遗书内容一经曝光,瞬间就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。 由于张子言在信中提及的三十一名要求潜规则的人事名单,估计人员甚广,牵扯到韩国一些权贵,一线巨星,所以该案件的审理一再被搁浅阻挠。 2014年10月,韩国首尔高级法院,因性招待说证据不足为有,仅对张子言所属经济公司代表金贸,提起损失赔偿诉讼,要求其赔偿2400万韩元,约和人民币近14万元,时间已广四年过去。 2018年2月26日,有网友上青瓦台情愿网站,要求重新调查张子言赔税案,不,到一周时间就有超过20万人连署,张子言案也重新收到了关注。 2018年3月7日,始封张子言逝世九周年,许多曾遭受性骚扰或性侵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,揭露了那些演艺圈知名人士的真面目。 2018年7月6日,韩国日报首次公开了张子言案中,长达5048页的调查证词,虽然这只是2009年至2013年间关于张子言案件的部分记录,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未公开,令人震惊的是,即使在张子言父母亲近日的当天,她也会被逼过去赔酒赔税,在长达上百次的赔税中。 竟然还有4P,5P,2018年7月9日,张子言生前的50封书信也被公开,张子言在自杀前不久,曾约离女士一起去旅行,但是在临出发前却突然发短信说,姐姐,我去不了了,我们可以想象她这是为何。 张子言还曾问过朋友说,酒店小姐一天接客几次,朋友达到两三次吧,张子言自言自语的说,我连酒店小姐都不如,私人一事,生者无私,我们能做的只有清除娱乐圈中的这些污秽,肃清娱乐圈中的这股不正之风,对此,您怎么看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